来吧 朋友们 看看 早晨八点 在济南吃一个硬核早餐 就在这 走着吧 是 早晨有人吃吗 有 真有啊 您好 两大块肉 两碗米饭 这么大块 好厚吧 可以 要这个 这块好吃 行 两碗米饭浇汤吗 浇 一共28 好 多来点 咱们咱们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几年了 这是做早餐是吧 嗯 几点开始 有早餐 6点 6点就吃这么肉啊 这个是啥呢 这是卷间 里边卷的肉 那给我来一块这个的 没吃过这个 卷间 嗯 卷间里边卷的啥呀 肉 肉也是 好硬啊 这早餐的 好的 这个卷间我真没吃过 卷间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一会儿咱们尝尝 炸鱼呢吧这是 这是干啥呢 炸鱼啊 在炸肉 炸的肉啊 哦 蹦肉那个肉 年轻人的早餐也这么用 来点小咸菜 炒上这个 像不像 梁山好汗吃过的吧 大米粥 还有玉米粥 都是可以随便喝的 嗯 成了两碗清清的米汤 这位女士 一粒米都没有 这是我们的蹦肉 裹满了汤汁 一大块 超级厚的一大块 怎么样 茶吗想吃吗 这个是卷间 里边也是肉 还有一些菜 海带 还有炸过的尖椒 嗯 咱就是说 这样的早饭 是不是有点过于硬朗了 就很棒 他们这边早上起来 人老板说 早上起来六点多的时候 就吃人挺多的 咱就是说 六点也还没争名啊 咱们 就吃这么大块的肉 哇 好香 有过瘾了 香 香 香 哎呀 肥肉好吃 我这条已经下来了 它就是炖的 其实拆完线以后 就很容易散 就散开了 这肥肉有的地儿一加就碎了 哇 这肥肉一口爆油 这太香了 咱就是说 一顿饭吃完的话 一天也不用吃饭了 是吧 太硬了 这玩意可是得就点咸菜吃 纯吃瘦肉 还有点盐 就是还是肥肉多一点好吃 对 最好是挑那种五花 肥的两 肥的两层瘦的三层的那种 瘦的两层肥的三层的那种 对 那种好吃 这瘦肉跟吃满足一样 嗯 瘦肉的块太大了 有点柴了就 这泵肉相对来说 我觉得不如跟那个靶子肉更软度 嗯 是吧 对 这个泵肉是山东锦宁的一个特色 嗯 泵肉干饭 那啥叫泵肉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跟它做的那个成肉那个 刚那个碗有关系 泵是个器皿啊 所以叫泵肉干饭 嗯 嗯 那要是用钢虫呢 钢肉 不 用钢虫叫腌肉 哈哈 盆叫盆肉 瓢叫瓢肉 也不是只有山东锦宁有 好多地方都有 是锦宁的特色美食 就跟维方朝鲜锅一样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叫 剪 煎 卷 饼煎 卷煎 这个东西叫卷煎 它是这么一大卷 说里面裹的也是肉 尝尝 哦 是类似于那种肉馅一类的 是没有 油豆皮裹肉馅 嗯 嗯 这个也好实在 嗯 这一锅下去也好实在 咱就是说 山东的这 每一样小菜都能吃饱 单吃每一个都能吃饱 哎呀这煎饼好烂 小伙 你们济南早餐都吃这么硬的早饭吗 不是啊 我就是在处于减肥当中 在减肥当中 对啊 啊 你说什么老师 哈哈哈 要那么配合吗 你是减肥吗 你是什么 我这确实是减肥 你看我俩点 这是一蓝饭 以后我俩给你们吃饱隔烧 这肉它复制很飞 炸过之后没有那很飞那个味 这个肉 肉过了点油之后 没有炒肥这味 不会很腻 我要块瘦肉 瘦肉更香 肥的虽然会像的话 但是这个 嗯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瘦 哦 那怎么就突然转变成普通话了呢 极南话也行啊 最后普通话是会比较专业 知道吗 哈哈哈 你这也好剪辟 那咱们极南小哥幽默吧 幽默 就是你的米饭吃到后来就是那种油润油润的米饭 嗯 还有海带 给你一片 但就是说那小伙子吃一碗这个的话 早上起来减肥是不是多少有点自欺欺人 寻求个心理安慰可能不用管他 让他胖吧 嗯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来山东非常扎实的一餐 能看着天空 就这样一个棚 走吧 对不起 好了 我让你看干净 又疼对 很开心 dort